黄雪梅天魔琴的持有者 杀人不眨眼的女魔头 吕琳 愣头愣脑的小标是 一心想守护天下第一标的招牌 明朝年间 少女雪梅亲眼目睹 父母因保护天魔琴 被506的败杀害 她的弟弟也失了踪 幸免愚嫩的她 会报仇苦练成绝世武功 16年后 雪梅假意把天魔琴 图标给有天下第一标局 美誉的飞虎标局 总标头的一姐吕琳 严少气盛 为了证明自己 她依然牵下这趟标 总标头爱子心气 只好陪着她一起送标 天魔琴重现江湖 六大派各怀鬼胎 吕琳和义父齐同送标 一路上来 解标的人无数 父子二人分头行动 雪梅暗中处处帮忙护琴 途中 吕琳结识了 活泼可爱的烈火派弟子 月华 月华虽然对天魔琴也有所企图 但她心地善良 还对吕琳暗生情愫 几经波折之后 吕琳和义父 终于把标送到街标人手里 谁料 街标人打开琴盒 里面装的 就是她儿子的脑袋 其实这是雪梅暗中掉包了 吕琳却误会是月华 月华和师父失口否认 众人一起赶到武艺山 找人对峙 没想到 等他们到的时候 人已经被KO了 正当大家一跑墓水的时候 雪梅拿着天魔琴飞来 吕琳义父被街标人伤害 吕琳误以为雪梅是凶手 而雪梅意外发现 吕琳是自己弟弟 于是停止弹琴 腾空离去 认识了雪梅的功力后 六大派决定组团 月华看不惯他们的所作所为 又加上师父闭婚 于是选择离家出走 吕琳也丧腐之痛喝得大醉 这时雪梅来到她身边 想认弟弟 但吕琳坚持认为雪梅是女魔头 雪梅无奈离去 这时 吕琳的师父感到告诉她实情 吕琳才知道雪梅真是她姐姐 在雪梅又击退一个敌人之后 吕琳找到了雪梅 想劝她放手 雪梅不肯 吕琳找到武林盟主 希望她能放姐姐一马 双方没他拢 一是大打出手 雪梅感到相助 姐弟留心 起立更惊 很快就团出了武林盟主 盟主战斗力降渣 是在玩观众们吗 各大帮派集结完毕 猎火老祖跑出来当带头大哥 雪梅一席白衣 帅气出场 并疯狂弹琴 血洗武林 猎火老祖以鼓敌琴 雪梅受伤 吕琳赶来这场 正当她准备砍死猎火老祖的时候 月华出现 阻止了她 吕琳抱着姐姐离开 从此 雪梅守护着天魔琴 吕琳守着天下第一标的招牌 继续做了标识 关注微信 快看电影305 输入电影名称 就能看到完整版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